大家好 我是小酋長 我是凱文 歡迎大家收聽最近有什麼好看的 今天我們要 進行的是2021私心推薦電影 對 就是這個題目是我想的 因為最近剛好沒什麼好做的 然後因為剛好跨完一個年了 我自己原本會列類是 Top10就是年度片段之類 但有時候覺得量化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你要排自己的喜好度 有點難啊 所以 所以乾脆就 也不用刻意排名就找幾部 特別想講的 就是拿出來簡單講一下 推大家去看 所以就有今天這集 嗯 沒錯 好 以下所有推薦的電影都是我們個人的喜好 就讓我們先進入第一部 美國女孩 好了 這個 美國女孩的部分的話 在我們的EP1有聊的蠻多 也推薦的蠻多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再贅述 然後我只想 呃 我想要再講一下 就是特別推薦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在某些 呃 國片看到的 一些些我沒這麼喜歡的點 然後 對 呃 故故事當然是好啦 我覺得 這個 沒話說 我覺得我覺得其實 近年的國片喔 我覺得其實蠻多題材 其實都蠻不錯 可是我覺得 有的時候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是 呈現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剛好 在這部片 比較沒有這樣的缺點 所以 我 特別推薦 對 嗯 至於 他跟其他人相比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興趣大家可以再回去聽一下EP1 對 呵呵呵 對 就是推大家回去看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這部是我們兩個都有看的嘛 所以 對我來說 我只是想要講一件事就是 如果硬要排的話 這應該是我去年的第一名這樣 嗯哼 這是所有 不只是國片 這是所有 差距很微小 所以我覺得排名是一件難的事情 但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覺得 這一部很值得擺在第一 嗯哼 這是我們 標題寫的 就是完全是一個私心 的 的排名這樣 對 待會往下講就會講到我 今年我 覺得 我最喜歡的電影這樣子 呵呵 好 那美國女孩就到這兒結束 接下來 第二部 是韓國的電影 是嗎 對 對啊 逃出 摩家 底修 我通常有點 我通常有點錯誤想說 嗯全部都是韓國人這樣 那會不會是好萊塢的電影這樣 呵呵 好 第二部叫做 逃出摩家底修 然後逃出摩家底修的話 呃 主要是在 講 發 一個發生在索馬利亞的 事件 有點有點比較偏政治啊 外交的故事 但是 其中就是有很多 危機感非常不錯的 場面 然後主要故事大概是在講說 呃 有 分分 因為那時候好像已經 我一點不太確定歷史 脈絡 但是反正就是 南北韓已經 明確的劃分開來的 是這樣講嗎 對啊 就是在 韓戰之後啦 就是已經是韓戰之後的事情 然後 歷史真的超級爛的 所以 我 搞不清楚 我也沒有躲好啦 但 就是大致上 因為會分成南北韓 一定就在韓戰之後的事啦 所以 那時候就是 兩國都想要拓戰 就是有點像 國際曝光度的那種感覺嘛 所以會 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就是 非洲一些窮國家進行外交這樣 啊他們就是 很不幸的 剛好 遇到一個很 呃很差的狀況 就是蘇馬利亞發生內戰 所以 他們的外交人員就是被困在那裡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有點像是 有點拯救人質危機那個 但那不是真 真的被瑕疵還是怎樣 就是他們 困在那個 戰 有點像戰區出不去這樣子 所以 整個故事的主軸很明確就是 那些使館人員 包括南韓北韓的使館人員 都要逃出那個國家這樣 啊 所以 有有一個微妙的成分是 兩個敵對的陣營 就是 呃南北韓陣營必須暫時 合作這件事 嗯哼 在這電影裡面蠻微妙的一個點 嗯哼 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是近年南韓的 電影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 雖然有很多片我都沒看啊 但是好像從那個 像譬如說 好像計程車司機 是這樣子嗎 嗯哼 對 就是我覺得他們都蠻勇敢的去拍一些 他們 國家的一些就是 就是特定的 可能政治現象啊 或者是一些衝突啊之類的 然後是 用一種 我覺得應該都是相對客觀的角度 去呈現這件事情 他也不會想要表現出 哎 我南韓多好 或者是 我的國家多棒 這種方式去呈現 就是蠻蠻中性的去呈現這些事 這個事件啊 還有就是 1987也是啊 就是計程車司機1987 那幾部都在講 南韓就是民主化過程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 然後然後索馬利亞內戰就是發生在1987之後 因為 他年代應該是 我剛剛查是 90到91了 所以 嗯哼就是在那之後生意 所以意思就是 那個故事內的南韓是還在獨裁統治 威權統治底下的狀況 嗯所以 在電影裡面真的是 把南韓的大使跟 北韓的大使之間的關係 就是 那個 很緊張的張力 有 呈現出來 然後 嗯你可以感受到為什麼他們要 好像必須這樣做 但是 又很不願意這樣做 然後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蠻漂亮的點是 我覺得還是有展現出一些比較 人性光輝的那一面 嗯 這個是我 我最後 比較喜歡的地方 就是 他給我那個感受很強烈就是 真的在那個情況下 我們 我們是要放下這些 成見或者是 可能被 被 他的政府告訴他們的事情 譬如說 北韓的政府會告訴他的 人民 他的官員 哎 南韓是不好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真的交流起來 大家都是人 就是一個 當時 兩邊都是 獨裁統治 啊當然北韓現在還是啊 就是 兩邊都 當時 南北韓都獨裁統治 那都把 跟對方交流 視為一個 有點像禁忌的事情 所以 嗯哼 那些使館人員就是怕說 如果為了 逃出 蘇馬利亞 然後跟對方 合作 啊 如果回國之後被 就是 長官知道 還是會被拼掉 對 但 到底是要活命還是 對 就是那 那個掙扎這個困難所以 電影就 處理這件事算很微妙 所以他結局 也是 對 有一種 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那個感覺 這樣子 嗯哼 大概講我不要講太多 對 也有點劇透 對 一點點 還好啦還好因為 就是一個歷史事件嗎 然後大家應該 就是蠻蠻蠻容易感受到那個 蠻容易可以想像到那個 劇情跟結構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對 嗯 韓國的不管是韓劇電影 其實多多少少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過幾部的話 不管是韓劇電影之類的 他們的當然有一點 呃比較用力比較你說 灑狗血還是比較Drama的部分 其實多少都會有 但我覺得他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可以觸及比較多人 就是嗯哼 這是他們他們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已經算 不會太誇張了 就是因為戰爭的狀況就就那樣嘛 所以是可以讓你體會到那個危機跟緊張 我蠻緊張的 我看了說蠻為他們擔心的 有挑起那個你會想要為角色 就是救星的情緒就已經很成功了 真的好看 推薦 嗯嗯嗯 裡面還有我蠻喜歡的演員 雖然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就他有演DP 逃兵日記嗎 逃兵追氣令 逃兵追氣令 一直亂講 好 就是那個 男 逃兵追氣令的男二啊 就是聚交換 對 學長 嗯 蠻有趣的 OK 接著 來到我們的 第三部 愛與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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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今年 呃我雖然蠻喜歡的 成長小品 我覺得 他的故事就是設定在一個 就是好像發生一些什麼 核彈危機還是什麼隕石危機 就是那不是很大的重點 反正這個 反正就是地球上面 的地表上面已經 沒有 適合生存的地方 因為外面有很多變 就是 受到 感染的 什麼昆蟲啊 動物啊都會變得很大隻很大隻 對人有很多的威脅 然後男主角就是 跟女主角 就是他的女朋友 分別之後 然後 分別躲在不同的 地下庇護所裡面 對 然後就是要男主角要去 尋找女主角的故事 這樣子 然後 裡面有我很愛的演員就是 新技藝工隊的那個永渡 哦 真的超帥的 我很喜歡那個演員 嗯 這次會有一隻比飛來飛去的那個 吹口笑 沒錯 可以下光一堆人這樣 嗯 永渡真的很帥 我還有一件我 我要買一件永渡的T恤這樣 上面就是一個永渡的肖像這樣 好 完全就是那種電影宅男的行為 嗯 然後女主角是最近有 參與演出那個 駭客任務4 復活 對 對 就是 預告裡面也看到了 就是藍頭髮 短髮 藍頭髮的一個女生 邦尼兔子 呃 我忘記他叫什麼 啊 對對對 那個小兔其實就是致敬駭客任務 跟艾莉絲夢有先進的關係 嗯哼 對 嗯 那至於駭客任務是如何的話 我就 不予置評這樣 就是 我們今天沒有打算講這個 哈哈 對囉 可以很簡短講一下 就是 還行啦就是 開心開心開心看就好了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些 蠻 蠻勇敢自嘲的地方這樣 就是 我覺得蠻有力的 然後當下看的時候是有一點shock的 我覺得那個自嘲的點就是 這部片最值得看的地方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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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点固定下来我觉得有点 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对啊就这样子我嗯 然后没关系反正还有个任务是 有喜欢的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喜欢那个系列你就当做 如果你是粉丝你就去 参加一场同乐会的感觉 对对但但我我觉得可能还是对 就算没看过原系列 可能对原本的世界观要有一点了解 因为他完全 对他完全没有从头跟你解释那个世界观 所以对对对 可能稍微去看一下什么解析之类的这样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那个背景是什么 对嗯哼好就这样 我们再拉回爱与怪物 诶卡文你是说那个女主角还有演什么啊 Netflix有一个目前已经结束的 漫威系列 里面有一部叫铁拳侠就是被骂的有点惨 但里面女生也是刚才讲的 骇客任务4那个女生 也是就是爱与怪物这个女主角 同一个演员 对应该是应该算是 如果如果以骇客任务4来讲的话 应该是近期 稍微活跃的华人演员吧 可以这样讲吗 诶其实他是不是华人 我有点不确定但 但华裔啦我讲错了 华裔应该说华裔女性演员 他不见得是华裔啊对要查一下 OK好没关系 反正就是东方面孔 好了我放弃了东方面孔 另外一位就是那个啦 上汽啊什么 的那个女生女主角 我说近期我比较有印象的东方 哦 的女性演员 爱与怪物的女主角是 是有华人血统对没错 但但不是不是纯华人啊 但他的那个亚裔脸孔是来自华人 没错 嗯哼 嗯好就这样 然后 诶这部电影在Netflix上面 可以看得到 对他本来 他本来是有想要上院线的 但大家都知道就是 疫情影响了很多片嘛 就一直演一直演也不是办法 就有一些可能会卖给串流 这个就是其中一部 然后同时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不错的 比较像是嗯 呃就是成长小品吧 所以我就因为我有在带一个国中的电影欣赏社 刚好去帮忙带课 讲这么detail 讲这么detail 我就把这个电影拿去放给学生看这样 对 因为因为他确实就是在讲 一个人从 就是青春期之类的吧 就是 嗯哼 boy 就是了解到这个世界的 某种程度上是了解到这个世界的残酷的某一面 但就是 因为这样所以 必须更要去努力一些事情 对可以把这当作故事核心 嗯他学会怎么克服跟 面对他 主要是面对啦我觉得 嗯 嗯哼 我觉得他故事用一个类似 末日后的那种设定啊就是现在很流行这种东西吗就是嗯哼 其实已经有点太已经有点太泛然 就是那个末日后的设定然后好像人类变成一种 有点被掠食的那种状态的嗯哼 他他有点要借用这个设定就是 比较好讲故事然后 但他内内里内核其实就是 一个成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认识到这个世界但 还是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一面之后去面对他这样 对对我原本预期就是哇就是是不是就是比较就有点怪兽片然后动作片之类没想到完全不是 对对刚刚虽然刚虽然讲主题讲的有点严肃但他其实是 有一点硬要分的话其实有一点偏喜剧那一边对了开心的片了轻松看对对对就是可以完全可以轻松看怪兽也不会非常的可怕对如果有看过怪奇物语的话这个完全不算什么哦真的对怪奇物语的都还会流口水OK对就是这这个怪物还有的还有一点可爱的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 呃刚才讲的前三部是因为因为我们挑选这个片单的过程就是我跟凯文各自 挑出一些我们今年很喜欢的电影然后前面三部是我们就是 都有入选的电影所以我们就摆在前面一起讲然后接下来会有 呃轮流推荐的环节这样 所以就由我先 呃等一下就是我们播出的时候也会把我们推的都打在就是节目的资讯里面所以 如果我们不小心讲的不清楚的话希望不要了但如果我们不小心讲的不清楚的话我们都会打出来都会写出来 是的 好 好 好 有我打出第一张牌我想要推荐的电影是法兰西特派周报 这个应该也是近期应该有一个月内去看的吗就是最近才去看的而已啦然后 呃我想推荐他的原因他他主要是先讲一下内容好就是他在讲一份就是专门在报导一些专题的杂志的故事然后嗯导演是威斯安德森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至中狂人 对啊虽然我没有看过他前面那部电影就是那个什么饭店啊不达达斯大饭店 呃呵 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这件事这样然后这一次就是嗯就特别去看了一下法兰西特派周报然后 嗯我会想推荐这部片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呈现方式很有趣呃简单来讲就是他用演的 来呃呈现那个杂志 这样讲实在还是有点抽象 所以嗯我觉得做法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可能刚好今年有看了 呃几部 也没有几部啊就一两部吧 就是比较偏就可能什么艺术片一点的 就是嗯对像 倒霉心爱与疯狂A片 嗯哼 那个做法就真的比较让人难理解 就是我有点不太知道 他想要干嘛 没有没有很懂 然后或者是他呈现的方式让我有点 有点错误这样 但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道理这样 对就是大家 呃心中想象那种什么得奖片啊 大家可能觉得很闷啊 但我觉得法兰西特派周报就是 他是一个让人家可以懂的艺术片 就我觉得他的那个艺术水平很高 然后但是你是可以跟他很亲近的 你觉得你会你可以感受到 他做出来的东西是很漂亮很很美的 你可以知道他美美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呃这部电影 我很推荐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超级多的大咖演员 对没错 就是一个 哈哈一个 大咖的大堆头电影 对 然后 其中还有那个 游牧人生的 女主角 嗯哼 法兰西斯麦多曼 嗯哼 也在里面饰演一个 蛮蛮有趣的角色 对 好就在这边 推荐大家去看看 然后就是感受一下 就是哎原来电影也可以 做的 用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然后就是 做这样有趣的事情 我想推荐的原因是这样 嗯好 凯文换你 好我第一部是 脱稿玩家 就是一个 非常 大众取向的选择 嗯哼 脱稿玩家就是 主演大家都很熟啊 就莱恩雷诺斯嘛 莱恩雷诺斯演的角色是一个 游戏世界里的NPC 嗯哼 但你就想象 NPC不会知道自己是NPC嘛 他就活在游戏世界里 就是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 有一天就因为 类似游戏的bug还是什么 他就突然 很觉醒 你应该可以这样说 然后就有点 有点在 有点在游戏世界里面 搞出一些 就是 麻烦的事情 对 我觉得故事不用讲太多啦 就是 在这个 大家知道是这种 这样的设定 这样 然后 我觉得他有几个 可以讲的地方 就是 一个有点像 刚 法兰西特派是很多 名人的 大堆头嘛 大堆头电影 这一部就有点像是 一堆知名 IP的大杂烩的感觉 对 他的发行商是 迪士尼嘛 所以 大家也都知道 迪士尼已经变成一个 很庞大的事业体 他底下有 福斯 有漫威 有一大堆东西 所以 那些角色 因为他是一个游戏世界 所以 迪士尼底下的那些 比如说超级英雄什么的 他都可以把它拿进来用 这样 所以 那些彩蛋 当然 还没看过的人 就是 可以自己去看 我这边就不讲 到底有什么 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会 很开心 应该会非常 对对对对 会非常惊喜 那个惊喜 有点像是 如果大家看过 一集玩家的话 大概有点那种感觉 因为一集玩家里面也是 用了很多 知名IP这样 嗯哼 对 所以 大概有点像那种感觉 然后 当然他的故事 讲算是很简单啊 但 我觉得他呈现方式 蛮有趣的 就是 对于有玩过电玩的人 应该会有特别有感觉 这样 嗯 除了那种就是 你去跟同一个MPC 他会 大概就是重复的 那两三套对话 跟你讲话 因为 电影里面也有这种事情 这样 嗯哼 还有 还有就是 什么吃 吃钱币啊 然后 你把别的玩家打死 可以捡他喷的装备啊 就是那些电玩世界的事情 就有 有呈现出来 这样 嗯 对 就是 你看的过程 完全不会无聊 这样子 嗯 然后 如果要讲他剧情里面有什么 我觉得 跟很多 跟很多有点科幻类的东西 有点像 就是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駭客任务那里面 也会讲说这是 虚拟跟现实到底 那个分界线在哪里 嗯哼 其实硬要讲的话 多个玩家里面有讲到这件事 只是他没有非常认真的去讲这件事情 就是 他有借由某一个故事的 你要说 转折或设定去去讨论说这是 怎样的 怎样才能定义一个人这样子 因为 因为对莱恩·雷洛斯那个NPC来说 他觉醒了 他意识到自己是NPC这件事情 对 因为类似无敌破坏王吗 无敌破坏王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 我没有看的 但是好像是 就是 好像 就是也是有 他是游戏世界里的反派吗 对 对对对对 就是有点像那种感觉 就是 是怎样才能 怎样才是真实 怎样才是人 就是这个问题 在很多跟AI跟 跟 Cyberpunk相关的东西都会讨论 但这一部当然没有那么认真去讲这件事情 只是 对 还算是把它当成一个背景的元素之一 对对对 就是反正反正你看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 最后就是 这部当然已经下档了 可是目前在各大串流应该都找到 所以包括包括迪士尼自己的迪士尼plus也有这样 所以大家想看就是自己去找 鼓励大家看正版 没错 对啊 我觉得刚刚说到那种就是所谓如果有一天AI他有自己的智慧 他可以自己成长他可以自己学习的这种问题 确实就是在很多那种Cyberpunk的电影里面会提到 然后而且更喜欢讲的一件事情常常都是在就是在他想去呈现那个明明不是人的人他却比人还有人人位这一点 这个在很多像甚至 bladerunner 最以前的bladerunner也常常都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 我觉得就是常常就有点在给大家一个反思这样就是如果 他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那 我们人为什么好像比他们还自私 对就是这次Cyberpunk的类型的电影我觉得很常提到的一个核心概念 对真的要讲有太多这样的作品了我刚刚突然想到其实机械工地硬要讲也算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太多这样的东西 只是大概都是 你可以说大同小异啊 但就是各自有各的切入点 去讲这件事情 嗯哼 但是就常常会当成一个很 核心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是绕着这个问题打转 嗯哼 对 接下来 轮到我 我要 推荐大家去看 一部日本的电影 叫做偶然与想象 哦 天呐 嗯 讲到这偶然与想象 我就觉得头很痛 好啦先简单介绍一下偶然与想象 嗯 他是 呃 一部 日本的电影 然后他获得 英雄奖对吗 对玻璃音展的英雄 然后对啊对啊 玻璃音展 对干嘛 讲怎么讲 对啊反正就是 玻璃音展的得奖电影啊 然后 嗯 他的故事大概就是 他有三段故事 但是没有相关联的接在一起 的故事 就是独立的故事啊 然后 嗯 每一段故事都 嗯 大部分都是靠 两三个演员 就把整个对话 撑起来 然后 然后就是在讲述某一些事情 那这个这个电影我觉得 不太能讲太多剧情 这个这个给大家自己去看 所以 我只简单讲一下 大概 里面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觉得 就演员的表现非常好 然后就 单靠这个很简单的镜头 跟演员的 就是对白张力 就可以 让你 就是 很 很想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觉得 这故事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都有一点点 就是 悬疑推理的感觉 但是其实 嗯 事情完全跟悬疑推理 就悬疑推理的那种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他就是 那故事上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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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慢慢找到真相 对 然后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 要说很头痛呢 因为其实在 录EP1美国女孩之前 我们是有录偶然于想象的 但是那时候 哎呀 在制作上有一点就是 不太会 然后我就觉得 那把自己搞得像说书人一样 然后整整录了 大概两个半小时 还是三个小时吧 我就把偶然于想象的整个剧情 再重新讲了一遍 哦 真的是 真的是我的 永远的痛这样 就是刚开始做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 还是刚开始做 但我觉得 对我们现在还是刚开始 但我觉得现在稍微有一点 掌握到一点点 该怎么 就是掐在一个 刚好一点的地方 那个偶然于想象真的是 我自己心中觉得失败 这样我都不敢 不敢把它全部听完这样 对压力很大 对啊反正 反正就是 嗯哼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还在 有点初期的阶段 就是还在拿捏那个平衡这样 对 好然后反正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然后他 然后不要多讲 我就是很喜欢这部电影 凯文你有想补充什么吗 可以补充一件事啊 就是因为 有些人可能不是 没有很习惯看 对白非常大量的电影 但这部就是完全靠大量的对白撑起来 所以 嗯哼 建议大家如果要看 虽然现在可能应该也没什么场次 但如果 下档了之后 就是串流 大家看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精神好一点这样 嗯哼 但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让人家想睡觉 因为就是有那种有点 旋梨推移的味道 所以你会 就跟着他一步一步一步 想要知道到底 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剧情转折 还是可能会让你醒来的那种 就是震惊的那种 很赞哦 好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 就是 嗯哼 其实刚刚讲到柏林影展就 刚好我们 柏林影展的金雄英雄都看过了 金雄就是刚刚的 倒霉心爱和疯狂的一片 哦真的是 有一点不是很好懂呢 但是 我觉得还是有好看的地方 然后 但是真的是不是很好懂呢 硬要比的话 我们应该会比较喜欢偶然于想象 真的 好 好 凯文在录下一步之前 先暂停一下 我想要去尿尿 好 哎你不是还要讲什么 有吗 你刚刚不是说 你有想到什么要讲 没有没有 我是要讲 我要去尿尿 啊 好 等我一下 OK我回来了 好再来换我 我下一步是 哦这一步是我在串流上补的啦 就是我当初他上映的时候 我没去看 没办法去看 就 片名叫做 中文片名叫做 阿伊达的救援行动 阿伊达就是主角 对 所以 那个背景是一个跟历史事件有关 我不要 我不想去讲历史 因为就是 那个有点严肃太冗长 这是 那个 轮廓跟大家讲一下就好 这是 大家历史课已经有上过 这是 巴尔干半岛那边 因为一些 主要是南斯拉夫的问题 就 后来 瓦解了之后 就一堆 分裂成一堆国家 然后那些国家里面各自有民族冲突 这样 这背景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 电影发生的国家是 名字 完整的名字有点长 但 大家忍受一下 就是 国家的名字叫做 波士尼亚与赫塞格维纳 对 但我们通常会直接简称它 波士尼亚或简称叫波赫 那它里面有一个最主 最主要的 几个族群就是 旁边的赛尔维亚人跟 波士尼亚人 啊 主要就是 赛尔维亚人对波士尼亚人的 有点像 种族屠杀性 对对对 就是 迫害行为 所以 那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然后主角就是一个 在联合国单位 工作的一个波士尼亚人 那 他 就是想要 赛族 就是控制国家之前 就是希望能够让 波士尼亚人尽可能的逃出去 这样背景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看过一些类似电影的人 大概会想到 其实蛮 有点像 可能一些 族群议题这样的电影 比如说 有点像新的乐名单那种结构 就是 有一个人想要 就是拯救某一个族群的人 这样 对 或者 还有另外一部 这部是你讲的 就是 对对对 卢安达饭店 就是 没有 应该昨天说 我因为这部片我没看 所以我昨天在跟凯温 就是 雷稿的时候 他在跟我 就是稍微讲一下 到底这部片在讲什么的时候 我脑袋就浮出 卢安达饭店 但是我也没看过卢安达饭店 但是我大概知道 卢安达饭店可能在演什么 没错 我没看过 但我 我就是 看了预告片 我大概就知道 就是他就是打开他的饭店去 帮助这些人吧 所以 你昨天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 对 对他 就是卢安达饭店的状况 还是很类似 就是 国内的两个族群 然后其中一个 迫害另外一个这样 对 大概大概是这种结构 白鲁卫 哎 卢安达饭店 是那个谁演的 唐七多 嗯哼 就是 漫威的 战争机器 好我插了一下话 就是 我最近 因为我不是说 我去带那个国中的电影欣赏吗 然后 好 我就是放了那个 唐七多的 他自己自导自演的电影啊 叫什么 疯狂迈尔斯 在讲一个那个 蛮有 蛮伟大的 爵士乐手 一个小喇叭手的故事 叫 迈尔迈尔斯 然后 哇 因为我自己没看过 我就拿去放 就不小心 哇各种 小小漏点这样 害我头很痛这样 然后我都很怕 我被抓了 我被警察抓走了 对好 凯文请继续 就是我们不要把国中生 幼体化 其实他们看过的 比我们想象的 比我们想象的多 对啊搞不好看什么 异形六个奶的之类的 哈哈 你说不止两个 对对对 我不小心把我国中看了什么说出来的 好 好 好 所以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有族群议题的 的 的 就是 有 等一下 重来 刚刚说的那些 比如说 我们讲的阿伊达的救援行动 或者联想到的那些新德热名单啊 鲁安达饭店 呃 新德热可能比较没有 就是主要是鲁安达饭店 跟这一部阿伊达 这两部都有呈现到一些 就是国 国际现实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 某一些国家很喜欢说 那些事情是他们的内政问题 这样 这是大家应该都很熟 所以 有时候就是 国际很难干涉这种 就是 某一国内部的事情 这是一种很 我某种程度觉得是一个很亮眼的状况 当然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国际政治的专家 只是 每次看到这种事情都蛮纠结 其实在鲁安达跟 阿伊达的救援行动这两部里面 都有点呈现出 国际组织其实是一个 很难 立即 就是 即时性的 采取行动 因为它就是很多国家组成的 然后 你很多事情 很多决策 都是要大家一起同意 所以其实 某种程度上联合国 真的蛮废的 有很多人在说 联合国每次就是某个国家出事的时候 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这样 这两部都有 呈现到这个问题 对啊 这是 但我也没有 很详细研究 这是 这是 国际政治的事情 只是 从影视作品看到这种 你就会觉得 对 很 无奈 大概是这样 好 OK 好 接下来轮到我要来推荐 我想要推荐的电影是 恶水真相 然后 这部片是由 呃 强尼代普主演的电影 我觉得蛮微妙的是 就是刚好就是强尼代普这 前一阵子不是新闻很多吗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很想要 也不是说很想看啊 就是觉得 嗯 这个电影应该是 好像 可以去看一下这样 就是 对 然后我跟凯文一起去看的 然后故事主要是在讲 一个 发生在日本 熊本县 的一个疾病啊 叫做水与病 就是大家可能 那个叫什么啊 以前上社会课 上历史课的时候 都有听过 那个什么 就是水与病 李化克也会讲 李化克也会讲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呃 拱中毒吧 拱就是水银 HG 嗯哼哼哼 好 帮大家补充一点 化学小知识 就是什么 毫米拱柱 可以拿来测 那个什么大气压力 对 一大气压是76 哎 76公分毫米拱柱 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 好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然后反正呢 呃 男主角 强尼代普 就是强尼代普 就是视演一个 摄影师啊 然后叫 呃 尤金 史密斯 就尤金史密斯 然后他是一个 呃里面就大概呈现这个 尤金史密斯 就是一个 有一点 你知道就是那种 那种为某件事情 痴狂的人 他就是很爱拍照 然后疯疯的这样子 然后 他 喝酒啊抽烟啊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生活过得很迷烂啊 但是就是可以排出超棒的作品 这样 然后 他就是被邀请去 日本 希望协助 因为他有点像是在一个 比较美国重要的杂志里面 就是也不确定他工作的关系是什么 但是就是他会负责去帮忙拍照 我不确定他们的顾约关系是什么 对 然后就是负责去摄影 这样 然后 有人就知道他 就是日本的一个 就他有一个女生啊 他好像是留学生吧 然后他知道他是一个非常 有名的 就是呃 专 就是要拍摄某些议题 的时候 很厉害的摄影师 所以他就想要去拜托他来 拍这些 日本的 呃 水与病 因为被那些企业家 呃 就是偷偷排放废水 然后之后 那个村民就是吃那个鱼 然后吃那个鱼之后就就生出一些 嗯 有生病的小孩 然后或者是甚至大人就生病 这样子的照片 对 我我自己最喜欢这部电影的 部分是我觉得他的画面都呈现的很美 然后 有一种就是呃 拍照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这个电影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 他很多画面让你觉得很像是 很美的照片 然后就真的好像是你你就是有透过那个观景窗 那个那个摄影机的观景窗去 呃参与这一切的感觉 对所以我很喜欢这部电影那个感受的部分 但我觉得他呃剧情跟议题的方面是呃就是比较像传记电影 所以也该呈现的也有呈现到然后 对然后强尼代普就是那个样子嘛 就是那个那个喝酒跟那个抽烟就真的很像他本人的感觉这样 好了没有这个我开玩笑了 对 哈哈哈哈 等一下被骂 哈 我说等一下被骂 哈哈 哦不会啊看起来就是这样感觉就很会喝酒很会抽烟就是 只是换个换个现代装扮的海盗对 哈哈 对啊就是 呃我觉得这部片我很喜欢的地方是那个就是 画面 那画面有些真的很美然后 对然后里面有提到一幅就是 呃当年有金史密斯拍了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做 呃自指 哦好难念 自指入狱的图片 就是呃一个生病的女儿 然后妈妈要帮她洗澡的画面啊 这是非常有名的摄影作品 虽然我也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才知道这个照片 然后我有去Google一下这样对 所以我觉得 是把那个所谓摄影这件事情然后 而且到底多么 重要它能传达多少讯息 然后呈现出来 对 嗯这种工业污染然后有人想要揭发然后 企业想要掩盖这个结构其实蛮多这样的电影 我 嗯哼 很想借此推一步就是去年我的第一名就是 请推 嗯 马克鲁法洛就是漫威的浩克演的 黑水风暴 哦 也是类似的结构 但他不是什么记者 他是律师 他有点像是帮那些受害人打官司 反正这种部电影就推荐大家可以去欣赏 接下来又轮到快闻的环节 刚好我再来要讲的有点巧妙 跟恶水真相有点同一个设定 就是摄影师这件事情 我要推的是又是日本的电影 就是浅田家 这也是传记片 又是类似的东西 浅田家在讲的是一个日本的家庭 我把那个故事很简单的讲一下 爸爸很喜欢帮大家拍全家福 然后他有一天就送了儿子 他们叫两个儿子 应该是送小儿子 主角其实是小儿子 他就送了小儿子一台相机 然后有点像启发他 就是走上摄影师这条路 所以电影的前半段就是描述 这个小儿子 浅田家的小儿子 怎么爱上摄影这件事情 那个小儿子就是 日本的偶像团体阿拉西 就是蓝的二宫荷叶演的 所以我是觉得他在这里边演的还蛮不错的 就前半段他有把他就是很怎么投入热爱摄影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温馨的桥段有呈现出来 我觉得也蛮好笑的事情就是大家现在如果去上网查的话 还找得到就是 哦 那个小儿子的名字叫浅田正志 这个摄影师的 他有出就是一系列全家福摄影集 这样 呃哪个 哪个正哪个志 浅田 就是浅就是 深浅的浅嘛 然后田就是田野的田 就是他们的姓氏 然后正就是行政的正 然后智是 志向的智 对浅田正志 这是日本一个有名的摄影师 然后他出了摄影集 那摄影集不是拍什么风景啊 他是拍他们全家福 然后就是他们 有点像是爸爸 拍全家福的传统被他继承了这样子 他也每年帮他们家拍 帮他们家就是 爸爸妈跟他 哥哥吧 应该是这样 所以 然后他们的全家福不是那种很死板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这样 这是他每年都 就是前年正志每年都会帮大家想一个主题 就是 我现在印象中想得到了 有两个 一个就是 他们就扮成消防员 然后就是摆成消防员在救火工作的这样的样子 这样 对 就是 还去消防对接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打扮成超级英雄 但不是 不是摆成超级英雄在打坏人还是什么 是摆成超级英雄收工很累的 摊在地上的画面 对 就是拍成全家福这样 就是会想一些很北南的主题 然后 听起来蛮有趣的 对 就是前半部 就是大家直接Google浅田家的预告 就是真的蛮温馨的 而且是真的会让你笑出来哪一种 可是 电影前半部 跟电影的后半部 我觉得有点断成两节 但 其实也 还是可以顺顺看下去 只是 前后的风格 调性非常不同 这个关键是因为 日本发生了311 这个是真实的人物嘛 所以就是 这个故事 电影的故事 就是做他的经历 这样 他刚好 电影选的那一段 人生经历 就是有经历到311地震 所以 在311地震之后 电影的后半段 就是做 前天正日去灾区 就是记录 还有帮忙 就是修复一些 档案照片文件的事情 所以后半部会有一些 比较感伤的事情 但我觉得那个也是 日本纪念的 有些作品在对 这件事的反思跟纪念 这样 嗯 对 这个事情让我想到 就是 我之前听那个 台湾通行第一品牌的时候 他有访问 齐柏林的 儿子 好像叫 齐廷环吧 然后他就是 有在聊一些 关于 齐柏林 的事情 然后就是 我觉得结构 有一点像 就是 他爸当初也是 就是很爱拍照 很爱拍照 这个我简单转述就好 那那个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要知道一些 嗯 齐柏林的事情的话 可以去听 台湾通行第一品牌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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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啦 因为他刚好就是 直接访问 齐柏林的儿子 所以我觉得 听的时候 可以听到更多 不一样的齐柏林 对 他就只 他就直接 很简单讲说 以前就齐柏林 就是很爱拍照 他他也没有在 特别在 那个 谈一些 就是台湾 土地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他 拍了很久很久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 所以 他才 观察到这些现象 嗯 然后进而就是有一点 也不算推动 就是有点投入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大家去 嗯 爱护这块土地 对 所以 你刚好讲到这个 嗯 钱田家的电影的股市结构 让我 有一点想要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 有一点蛮像的 因为就是从一个很单纯 他就是喜欢拍照的人 但是 嗯哼 当他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突然 那个 那个 那个责任就 就出现了 就是他用他的这个 专业技术 嗯 对 你说专业技术也好 就是去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 嗯哼 哦 然后讲讲到这个就是 呃 不讲最后一件事就是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些 比如说什么 得奖的照片 还是一些什么很震撼人心的照片 就是 拍到什么战区啊 什么很很 惨烈的情况 那个什么 就是记录那个很 惊人很震撼的瞬间的那种 但这部 钱田家里面有一个 微小的部分是 这算是有点细节 但 其实还蛮重要的部分是 他选择不拍什么 有人 比如说房子倒了 还是什么 呃 亲人死了 就是死了谁 就是他没有去 他不是去记录那些惨况 对 这是 我觉得这有点难描述 就是大家自己去看 就是他 什么事情记录 什么事情不记录 这样 就是他没有为了 为了好像要留下那个 震撼的瞬间 而去拍那些东西 嗯哼 因为他他便不是为了他自己 对啊 这是他他拍摄 就是 其实 他去灾区最主要事情 其实不是拍摄 是帮助那里修复 这是一些 呃当地的档案照片 比如说 可能 有些建筑物毁掉 啊可是 可能有拍过一些照片 会留下那个当地的某些 地方的原貌是长怎样 啊这样 至少以后的人会记得以前 这里是这样 这样子 对他就有去帮忙 帮忙修复 因为 有一些可能就是被 照片被埋在图里啊 然后就是 挖出来就长长的 就要洗啊什么的 嗯哼 所以就是 那个部分其实是比较 比较重的部分 只是在这个之外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他选择不去拍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也说是一种 也算是一种反思吧 因为你知道 新闻报道还是 其实就是观众的猎奇心态 都会喜欢看一些 哦很震撼的照片 好像 基于我震撼的照片 是提醒自己 就是好像 哦其实自己过得很 好像基于一个惨况 然后让 让自己觉得 哦其实我还是过得很好 可是 真的有 真的有需要 借有这样的东西 来提醒自己吗 对啊 嗯 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嗯 可是我觉得 其实回过头来说 就是反而透过这样的细节 可能真的是可以呈现出 这个摄影师 的 就是他的 他的个性 他做事情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 对他的价值观 就是 也也不是说这样对 这样对或 那样错 这是 他做了这个选择 反映了他的 他的个性跟价值 嗯哼 好 大概就讲到这里 换小秋 OK 好 接下来 换我要推荐 然后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部 丹麦的电影 叫做最好的时光 那个醉是喝醉的醉 然后 对 电影的男主角 就是 呃大家手之的 拔书 拔书 哦 我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 名字叫什么 我整天 有的时候就看一些那种什么 就是介绍那种就是影集的那种 就是或者是什么 或者的那种YouTube短片 然后就会叫那个 叫那个男主角叫拔书 这样 就是他就是取代强尼代谱 演那个葛林代华德的 那个男生啦 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 麦斯米克森 啊至于他为什么会叫拔书 就是因为他演了 年轻版的人魔和泥巴 嗯哼 对 好 关于 关于 拔书我觉得有一件好笑的事情 因为 刚好我昨天跟 跟凯文讨论完就是 这个片单之后 我就去看了一下 那个一些跨年演唱会的演出 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段是那个台北 就是台北跨年 然后有一段是TZ TZ Back 跟 就就 今年台北跨年的那个演唱会 我觉得 做法蛮漂亮 就是他不是一个一个艺人出来 然后就是主持人串场 他是 呃 就是可能乐团接艺人 然后接乐团接艺人 就是他有一点衔接啊 所以就是 这个乐团他唱完他两三首歌之后 他最后一首会帮 下一个艺人 伴奏然后他会跟他一起唱 哦 哦 我懂了 所以像他前面是TZ Back 然后 嗯 TZ Back 就是唱了两三首歌之后 然后就是他就接黄小虎 然后黄小虎就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 然后他头发不是都剪短短的 然后 然后染的有点金金的这样 嗯 对然后 我就看那个YouTube旁边的那个 当初那个流 就是当初的那个留言回顾 就有人在旁边说 他是谁 然后就有人回答说他是葛林戴华德 超好笑 我真的笑到不行 因为翔尼戴华德版的葛林戴华德也是就是白金白金的那个头发 对对对 对对对 超好笑 呃 我可以把 我我在想要不要到时候把那样截图就是放在 呃我们的那个 Instagram上面的就是譬如说第二张照片第三张照片这样 好好你在 你在记得截图下 对对对 真的超好笑 葛林戴华德我受不了 对 好 你不是要讲最好的时光吗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把书讲太久了 反正是一部丹麦电影啦 然后呃如果没记错应该都是讲 讲单是是讲 不是讲英文的吧 都是丹麦语 对对对 然后 嗯 故事大概就讲述就是他们是几位教师好朋友 就是他们好像是年轻就是朋友 然后他们就是后来一起在某一所学校任教 然后每个人教的科目都不太一样 然后像八叔就是教历史啊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是教 呃心理学啊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是教体育的啊 就是带学生踢足球的啊 然后嗯嗯嗯 他们年龄应该是差不多啦 但是就是有一点 他们都有一点中年危机这样 然后总之就是呃这个 是相对好像比较年轻一点点的其中一个 他就就是那个新教心理学老师就说 好像有一篇研究就写说 我们要让只要他说人就是 缺乏一点点东西 只要有那一点东西的话那就是 可以让大家维持在一个很有活力 很冲动的情况下 就譬如说我现在 就是我现在就喝一点小酒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讲起来才会嗨 对所以我喝一点点小酒 我今天喝的是 呃格马兰的 iron 还行啦 虚把你这样也让我想喝backs 怎么办 欸对我下次应该邀请你就是要一起喝才对 我都忘记跟你说 应该要买酒来喝 就是讲起来 好像会顺一点 我先喝给他听一下 啊 继续 我后置了时候会特别把那个声音调大声 对反正就是那个心理学的老师就是 就是他觉得人其实血液里面缺少 诶我其实忘记那个明确的数理 大概就什么千分之五 还是万分之五 我也忘记 能度percent的酒精就对了 就是其实这样可以让大家更有活力 所以他的故事大概就是 用这个9当初开头 那故事大概就讲述 就是说诶他们透过这件事情 然后去解决一些中年危机的问题 但是其实好像又有一点 只是在逃避吗 还是找一个出口 也不是真的解决问题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大家又 有点冷静下来 我觉得 是一部 要说沉重吗 然后好像也 就是叙述一个故事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所谓沉不沉重 或者他就是一个 所有人人生中 可能都会走过的 一段时光这样 然后这个是我今年的 我心中觉得我最喜欢的电影 然后是这部啊 对是最好的时光 然后我自己觉得好像有一点因为 就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可能快30岁了 然后有一种就是怪怪的感觉这样 就我觉得我有点在投射 投射这件事情 就是觉得我好像也没有 很认真做好什么事情 然后好像 就不知道怎么讲 就所以我就觉得反正就很好看啦 然后里面大叔 不是大叔啊 大叔什么东西啊 大叔是以前打那个什么CS僵尸 那个胖子 我以为你要说吴梦达 不是不是不是 对反正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看的 哦对啊 拔叔他 他以前好像是 在演电影之前 他好像是 舞蹈出身的吧 哦好像是 对所以 我就提到这里 那 有一段很精彩的东东 那你 各位 自己去看 真的很赞 对 好 凯文你有想补充什么吗 为什么为什么我讲这 讲讲讲讲讲这一段的时候 好像喝很醉的感觉啊 其实还好 直播 哈哈哈 应该就这样吧 嗯 反正就是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然后 对 喝酒了 就对喝就对了 好 换你 凯文 你这个结论非常符合电影的主持 对啊 就是喝就对了 然后 啊不要喝太多啊 还是会 还是会出事 对 啊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强烈强烈提醒大家 尤其最近国内又有几件比较知名的酒家案件 哎 我们没有要聊十次 对我们没有要聊十次 就不提一些伤心事 但是希望 不要再发生 好 我再来要讲的是 倒数时刻 对 但这部因为在 第一部 不是第一部 第一集已经有 在美国女孩前面有推荐过了 所以 现在就简单讲一下的 对简单讲一下就好 就是 他是改编一部 原本就存在的 就是音乐剧剧本 然后把它拍成 拍成音乐剧电影这样 所以里面 有点像就是歌舞片会有 可能对白一部分 然后会开始唱歌 但 有些人可能会不太喜欢这种形式 但我个人认为这部的那种 讲话跟进入唱歌的部分 其实 他的 不会太跳跃 就是衔接的还不错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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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是非常大的一个需要推荐的地方 就是主演的是 二代蜘蛛人 就是安德鲁加菲 他在里面 不管是演出还是演唱都很厉害 对 希望他可能 可以获得几个奖 这样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的二代蜘蛛人被砍掉 有点可惜 但总之就是 希望他可以 因为这部获得几个奖 改变音乐剧 就很像那个什么 我记 我记得那个什么 就是Rent 吉屋出租 好像 是不是也有电影的版本 虽然我没看过 我不太确定它有没有电影版本 但 我记得有 我记得有电影的版本 有有有有 对 有电影的版本 好 但重点是 你讲吉屋出租刚好跟 这部还真的是有关系 对 就是 稍微 我觉得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倒数时刻的故事 就很简单的讲 就 他是主角的半自传 就是 嘉飞演的那个角色 他在讲自己的故事 这样 他就是一个 算是年轻的白老汇编剧 就是刚 有点像刚出道 刚踏入这行 就是追逐自己的编剧梦 但 他就是苦 苦思很久 就是写不出 一个 真的他满意的东西 然后 他在那 有点像是 某个结稿日 还是 之类的期限 之前 他想要 就是要完成某个东西 然后 这在那段时间里面 他就 从他身边的 身边朋友 还有他自己 这种 有点 就是 面临梦想 现实的 挣扎的 这个因素 然后 周边 之类的事情 得到一些灵感 然后创作出 他 现在在讲的 这个故事 这样 对 然后 所以 所以 所以这部片 是 Rent 吉乌出租的 作者 的故事 对 应该这样讲 就是 他电影 就是讲说 他 写出了 倒数时刻 这个剧本 然后 后来 倒数时刻的 最后就有讲说 他后来 就是因为 创作出 吉乌出租而生命大造 这样 嗯哼 对 但 有件事我觉得 不要在这里讲 但如果大家去查了 就会发现 就是 他 跟吉乌出租之间 就是有一个很 结局 有点令人感叹 就是 对 对 这个 留给大家自己 去看好了 应该不用 应该不用查啦 应该是说 你 因为他在倒数时刻的结局 就有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创作出 吉乌出租之后 怎样 所以 大家就把 倒数时刻看完 就知道这件事 就是 所以留给 留给大家 自己去看 对 退坑大家去看这部片 就是 然后 有个 算 也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 呃 的作者 就是嘉飞演的角色 是个男生 嗯哼 他是个异性恋 他是个异性恋 但 因为他在纽约 他 就像我一样 在 你说异性恋吗 对 还是在纽约 还是在纽约 哦 不是 我没有去过纽约 好 就是 他就是一个艺男嘛 啊 但他因为在 艺术创作圈 就是 刻板印象上 艺术创作圈 就是会有比较多统治 但 这部也没有要反驳这件事 然后就是真的有 所以 他周遭的一些 好朋友 就有一些 就是比较性手术的 的友人 所以 他在创作的东西 包括倒数时刻跟 级无处族地 里面都有牵涉到 这是 统治的议题 包括当时的 艾滋大 艾滋大流行 因为 那时候是 他的成长背景 就是他创作的背景 当时是还没发明 鸡尾酒疗法的时候 这是 艾滋当时还是一个 人见人怕的 东西 所以 他又把这样的故事 写在里面 但在倒数时刻里面 比较像是一个 旁 小小的因素 就是 他看到他身边的朋友 对照他自己 就是 对他来说 他生命中最可怕的事情 可能就是创作不出剧本 但他朋友面临的 可能是生死关头 大概有点那种 就是对比 然后 可是在《几乎初处》里面 虽然我没看过《几乎初处》啊 但我看过一些相关的介绍 就《几乎初处》里面 同志议题就会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嗯哼 对就是稍微划一下 他的介绍就会讲到这些东西 就是他算是一个 算 有点像是 你可以说他是为了他 从他身边的朋友出发 然后好像为了一些议题 去发生的那样的感觉 这样 嗯哼 所以这基本上 倒数时刻是一个 半自转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传记片看也OK 就是一种 用音乐剧呈现的传记片 然后 我觉得蛮 动人的里面的情感 对蛮动人的 然后歌也很好听 所以你其实可以在一个 很舒服的环境 然后就是可能音像好一点 然后就 享受里面的音乐 用这种角度去看也是OK的 嗯 酒打开来喝 chill起来 好 真的歌蛮好听的啦 真的推荐 你这样讲到我都 我我都有点想看 你刚才讲的那些 应该 应该除了 因为刚好 这个阿依达的救人行动 我没看 然后你刚刚说的浅田家跟倒数时刻 我我听了我都有点兴趣 都觉得 好像蛮好看的 哎对刚刚忘了讲 就是虽然前一集已经讲过 但还是讲一次就是 倒数时刻是Netflix的 所以 比较容易 看得到对很很 说是容易吗 说是容易 也算啦 就是你只要花钱订阅 对不是 可是感觉现在Netflix 就是大家 就是使用 使用率蛮高的 因为 一方面是他又 支援就是 哎没收到钱不说的啦 就是 欢迎Netflix 欢迎Netflix来业配 给我钱 我觉得把你那个 可以给多人使用的好处说出来 虽然我已经讲了 好停在这里就好 停在这里 对啊 所以所以我觉得 对啊 我觉得可能可以再呼吁一些 就是就是 回到 就是呼吁一下那个像四波集 我们讲的这件事情 那个真的 这不是非常大笔的钱 但是你可以支持到 这些很努力的创作者 继续做出 嗯 真的很棒的东西 然后 对 我觉得是很值得啦 就是 嗯 在这边顺便讲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 不是还在上映 就是 现在在串流上几乎都找得到 正版的 应该吧 我不确定我没有我没有查哎 嗯 那大部分都有啦 这是 对反反大家自己查一下 这是大部分都有 嗯哼 好 哦 轮到我今天要推荐最后一部 就是 最后一部刚好 开头也是最后 好 我今天要推荐最后一部电影 叫做最后的决斗 好 哎 最后的决斗是 导演是雷利斯考特 然后故事大概是发生在 不知道是 十六还是十几世纪的 哪边啊 连国家我都忘记了 算了不是很重要的 背背景其实是法国啦 但 就是因为是 美国人拍的嘛 就是全部都讲英文 嗯哼 故事大概就是在讲 有一个女生 她 发生了一个 呃 有冤屈的事情 然后 然后她 分别就是有她的老公 然后跟一个 帅哥 然后她的老公是 呃 麦特戴蒙眼的 然后这位女生 呃 的演员是朱棣什么 哇 我我我我念不出人家的名字了 朱棣 朱棣康默 康默 对 朱棣康默 朱棣康默 哦 好 完蛋了 大家会觉得我英文很烂 好 反正她先生是麦特戴蒙眼的啊 然后 里面还有一个大帅哥叫做 亚当吹佛 虽然我不太懂 你这你觉得她帅吗 呵呵呵呵 嗯 因为你刚说她大帅哥 就是她在里面演的角色是大帅哥啊 但是 哦 我觉得还好 但是 但是蛮酷的啊 就是 她不是她不是那种 标准帅 我自己这样觉得 不少人啊 也没有到很多 就是遇过好几个 包括我自己 都觉得 亚当吹佛的脸长得很特别 呵呵呵呵 这是很长啊 你不觉得吗 嗯哼 好 不要不要讲太多人家批评人家长相 嗯 不然 但是她她在里面演的蛮好的 对 然后 反正最后 我觉得大概故事就讲 讲讲 讲说就是一个 有个女生 然后她发生一些 冤 有点像冤屈的事情 然后 嗯 同样的故事 这个 哎 我想推荐这部电影的原因 也一样是她 呈现的手法的方式 就是 她同样 几乎同样的故事 她演三遍 我觉得 我就直接 这个 我觉得这个感觉 直接讲 应该没关系 就是 她几乎同样的故事 演三遍 然后 呃 分别从三个不同的人的视角 来讲这个故事 然后 但三个视角 就是 对应下来 里面又有一些 很不一样的细节 然后这些细节都 就是完完全全可以呈现出 这些角色 看待这件事情的差异 我离开电影院的时候 我立马就跟凯文说 就是 我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 罗生门 就是面对一件事情的描述的时候 虽然我也没看过罗生门 但是就是面对一件 好像 就我所知的内容 好像是这样 就是 大家 大家一定听过罗生门这个词啊 那但是好像也有罗生门这部电影 嗯 然后 就是 他就是面对 他就是 就是从那里来 就是面对 某一件事情描述的时候 大家说法都不一样 然后为什么片名叫最后的决斗呢 因为当时 法律 就是你没有监视摄影器嘛 我哪知道你 你有没有做坏事 所以你想要指控他 然后反正苦无证据的时候 就是好 你们两个就是打一场 然后有老天爷决定 谁死了 啊谁就是 嗯 假的 谁死了谁就是做坏事的啊 谁就是有罪的那一方 对 然后 我我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看 然后那个细节真的是 就是哇 竟然 原来原来就我觉得大概心情跟 就我觉得今天我推荐的几 几部片啊 就都比较像是 像法兰西特派周报 然后或者是 呃 饿水真相 然后还有最后决斗 我觉得都有一点就是那种 哇原来 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原来可以这样子拍出 这种感觉 原来是可以这样子说故事 用这样的画面 或用这样的故事结构去 说某些事情 实在是太有趣了 然后 我看了就是觉得很开心 啊当然 那个故事是有点 有点忧愁的 然后当然也 跟一些 呃 女生的权利啊 或者是 呃一些 从男生的视角 来 看待这些事情 有一点关系 但是 嗯 我更想推荐原因是因为就是 他 说故事的方式 我真的觉得 手法很赞 然后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然后主演就是麦特戴蒙 亚当崔弗 Judy What Karmer Karmer OK 他们都很棒 然后一样就是 里面也有 麦特戴蒙的好机友 班牙弗列克 刚一个比较小的配角 然后但是他是 他们好像本来就是 好朋友吧一起开公司对 所以很多事情他们都是一起 跟电影有关的事情好像都会一起出现一起做 对 就算不就算不一起出现可能也会其中一个人是监制之类的 对对对 好像蛮常编剧都会是他们一起编写剧本 嗯哼 因为我我就是有跟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推荐这个电影 然后就是他跟我讲 阿麦特戴蒙跟班牙弗列克以前就是好像是学长学弟还是什么 就是他们就是一挂的啦 好像是这个我没有很认真去考就是去考考旧这样对 但是就是很多好像从心灵捕手开始很多跟剧本有关的东西他们可能都一起弄 对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部电影 赞 然后鼓励大家去看 然后换你凯文 好我推的最后一部就是我发觉我今天推的就是有一些很像的地方 就是我刚刚这样我刚刚这样讲下来我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可以从这个片单让听众感受到就是可能我的喜好是什么 然后你的喜好是什么 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对啊 但但这也没有很绝对啦 只是 可能选的当下刚好就选到这些 好你先我们先让你讲完你要推的最后部电影 我们最后等一下总结可以讲一下这件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刚才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才发现 好像有一点就是有一个脉络可循这样 我们可以大概讲一下我们就很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会比较喜欢什么 我觉得可以 对对对 好 所以我最后一部就是 米加大战机器人 就是他原本也是应该也是会上院线吧 他是索尼的动画片因为索尼有在做动画像就是蜘蛛人星宇宙就是也是索尼的 嗯哼 然后这部应该原本也要上院线但也就疫情了所以总之他最后也像爱与怪物一样就卖给Netflix了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在Netflix上看但有一些片虽然上Netflix但他还是会可能在各地会卖给当地的串流像台湾其实你打开 买video也是看得到这最应该是最近才上的嗯哼 他是动画然后他的 他的故事讲的事情有一些成分跟脱稿玩家有点像就是我简单还是简单讲一下故事就是他故事是一个小女孩他准备要上大学了然后啊因为是小女孩那就是他是对照现在现实世界年轻人就是对社群网路很熟悉这件事所以他有在自己创作自己我有点忘了细节但有点像是因为他在自己创作的事情 像是自己拍类似YouTube那种感觉的嗯哼然后为为了配合这一点就是电影很多呈现手法上用很多类似民音的效果对这这这这很难描述就是大家要自己去看的嗯哼对然后他的故事实在讲就是那个故事里的世界有一个科技巨头他研发了一个新的算手机跟你说AI作业系统也可以啦就是呃有一种革命的 新的新产品这样嗯哼但是那个AI就是出事了他就是想要讲白脸就是想要征服人类之类的就是先这样理解然后这过程中就是有点像是变成英雄片的感觉就是这个小女孩就是负责因为因为他发现很多人都被抓走了然后他想要让这个世界恢复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样嗯哼啊但虽然有有点像是一个英雄冒险然后加上什么 就是呃整些对抗的故事但他内里其实是一个亲子片他有很大一块因为因为就是他的爸妈也是他的爸妈也在中间中后段也是被困住之类的所以总之会有一部分是亲子关系嗯哼我觉得亲子关系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之前也讲过在美国女孩的时候亲子关系是一个很 容易引发共鸣的路线嗯哼应该这样讲就是各种故事类型里面亲子是一个蛮容易让大家有感觉那我觉得他也不会刻意删前还是什么虽然他是动画啦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动画里面才能更不受限制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更天马行空的去讲 嗯没错刚好因为这样你反而更能接受他里面想要穿大的情感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这部的优点就在这里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主角是女生就是我觉得近年来越来越多就是以女性角色为就是中心的去讲故事 我觉得蛮我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他就是讲这个小女生跟他家人的关系嗯哼我觉得我们其实推的就是比如说美国女孩也是啊就是也是母女关系这样也是有性别有亲子这样的成分的的片我觉得很平易近人对整体来讲就是很平易近人然后嗯哼我要坦白说是我我看某某 这一部的某一些亲子桥段其实有就是掉眼泪这样其实蛮是温馨感人的那个路线嗯哼他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反派啊什么故事的那些什么要对抗谁的那个都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而已就是他的内里其实是一个就是亲子电影嗯我觉得很成功啊就是简单讲白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看到有人觉得 会对迷因文化熟悉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个电影但我不这么觉得我是持反对意见虽然他在动画效果的呈现上就他的作画还有就是说故事手法会有一些就是好像图案插入一点像漫画效果还是什么那种那种就是 的感觉或者好像 比如说他拍影片拍影片我们不是都会有时候会在影片上加一些效果有点那种感觉就是 他会有点打破第四面墙直接在荧幕上加效果呢嗯那个都只是那个迷因啊那些什么效果都只是说故事的工具听你这样讲好像有点像奥述你那时候讲的就是其实你不用真的认识这些东西但是你一样可以感受到他就是你一样可以进得去那个故事啦你不用真的知道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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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因好笑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但你知道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电影 更有feu就跟奥述一样我听起来有这种这种感觉你不需要懂迷因文化在干嘛你没有在追梗图嗯哼你没有在追梗图的人也没差嗯哼就是我觉得他的平息竟然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那个故事但那个故事不是说简单到无聊是他的单纯让你很容易接受就是很容易引发大家的共鸣 嗯哼我蛮推的就是我如果有真的要把前几名电影拍出来的话我应该这一部今年就是 警示于美国女孩吧那结果前两部都是亲子片的 The second price 不是不是亲子片是亲子关系的电影嗯总之推荐然后一样都是知识正版对有串流有 好反正最后我们已经把就是2021我们私心推荐的13部作品全部都说完了然后嗯有点感觉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嗯以我推的东西的话好像比较明显的感受是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就是 那个电影是很有趣的或他呈现的手法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然后或者是情感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吃这两点就是 就是你拍的手法很有趣然后可以 透过那个拍的手法让我感受到那个感觉 对再就是情感就是你很会说故事 虽然我突然觉得这两点好像也 有点分不太开了但是就是 综合感受 对我觉得我 会比较喜欢 就是从刚推的看得出来就是 但但情感很重要了就是 但情感里面我觉得 其他的我不确定但 第一名应该会是亲子关系 我觉得亲子关系对我来说蛮容易蛮容易感动的 有这个蛮明显的 因为你看浅田家感觉也有一点点 哦对了就是他跟他家人那个部分蛮 那你刚才你讲起来感觉蛮有爱的 我觉得我 我现在当然那个感觉已经 就是 比较淡了因为 已经不是看当下但我记得看当下是 还蛮喜欢 嗯然后 除了情感 再来就是 有一些议题性的东西 对 比如说 族群 我看一下 对就是 比如说 那族群包含很多啊就是你可以说 种族或者就是 性少数这 这也算一种族群这样 像 所以倒数十 倒数十克里面有一些 统治议题然后 啊伊达救援行动里面有一些就是 可能种族 种族迫害的问题 国际的国际政治的问题 有一些议题的成分 这是我自己比较 爱的东西啊 对 可能我们之后如果有推什么 这大家也许都会 更看得出来这样的倾向 但 但这不是 绝对的就是 不是说 我们只有这些东西才会喜欢 那有时候就很主观的就是 可能跟自己关心 现在的人生经验 现在关心的东西有关系 嗯 狗包的四十五出 我干就不好就得借酒 我就会说 我那个最好的时光真的有够难看的 鼓励大家喝酒 不行 好 以上 推荐的十三部作品就只是 我跟 凯文的 个人浅见这样子 然后就是 因为我们真的喜欢啦 所以 鼓励大家去看 然后如果 大家有什么 你在2021 看到也很喜欢的电影 然后也欢迎 你到 你们可以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好像可以留言吧 Apple podcast可以留言 然后还有什么 我们的Instagram 你也可以留言 然后 我们应该 会回吧 会啦 好啦 来互动一下 追踪一下 最重要的是 就是五星刷起来 好 对 然后 对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 希望大家都 希望大家都 可以有 对啊 我们是不是该 拜年一下 就是现在 已经1月1号算已经过了 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 在 接下来的时间 都不要被疫情 影响 祝大家都很顺利 好 可能换你讲个两句 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 在享受 电影的 这件事的同时 就是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样 因为 对 这比较重要 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现在 对 现在 国内有一些零星的疫情 所以大家还是 要照顾好自己 然后 对 好像又 又有一点点 嗯 对对对 所以 就是 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是 尽量的享受 电影带给你的美好 这样 所以 如果 就是刚刚讲了 再讲一次 就是 如果 有我们没讲到 但你很喜欢的 2021的电影 就是欢迎告诉我 好 我们爱你们 哎 不要帮我代言 好不好 好 只有我爱你们 凯文还好 好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再推出 就是2021的影集的部分 还有可能会有动画的部分 但是 这只是可能 我确定 对 应该会有啦 就是 嗯 好 请大家 看着办 对 请大家敬请期待 好 很感谢 今天 大家今天收听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 下次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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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